反财会主席阿湛巴基设计的超额持股案持续延烧 虽然他澄清是他弟弟借用了他的交易户头 但这样的解释却弄巧反拙 让批评声浪更加激烈 也引来了政策委员会还有警方的调查 经过各界的多番施压之后 国会特别临选委员会决定将会在星期三 1月19号下午2点钟 在国会召开听证会来讨论这个案件 同时也会传召阿湛巴基出席公证 在听证会的消息公布之后 不少人就建议为了确保真相不被掩盖 这场听证会必须要向公众还有媒体开放 但是国会下议院议长阿兹哈却不赞同这项建议 他表示根据议会常规 听证会是不允许被公开的 而且在调查报告提成国会之前 也不得讨论甚至披露证人的身份 证人的陈述还有听证会的内容 针对议长拒绝公开听证会 行动党国会议员兼国会公占会主席黄家和 今天就发文告强调 说这个是个重大的课题 并且涉及反贪会的高层官员 危及了反贪会的廉政形象 因此公众是有权利了解实情的 同时他也驳斥阿兹哈的说法 强调议长有权利通过议会常规 启动冻结议会常规的议决程序 那只要冻结议会常规第85条文 任何的国会委员会程序呢 就可以在网上播放 同时就可以开放给公众旁听了 而正当大家还在辩论究竟该不该公开这场听证会的时候 听证会的主角阿兹巴基呢 他就发函给特委会表示 他不会出席这场听证会 阿兹巴基指出 他已经入禀一项诽谤诉讼 而法庭可能会谈到特委会准备要讨论的内容 那要是特委会如期在周三召开听证会的话 这将会抵触国会的议会常规 那阿兹也认为 国会理应通过动议辩论 而不是交给特委会来讨论这项争议 无论如何 那特委会主席阿杜拉迪夫就指出 由于阿兹巴基拒绝出席 听证会只好宣告展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